MING PAO TORROW MING PAO TORROW MING PAO TORROW 好 前陣子一直開了不少個 攜帶式的螢幕 然後有人在下方留言 要來開一下別的品牌 應該要試試看不一樣的牌子 不一樣的價位的東西 好 沒關係 今天的許願呢 前陣子大家的許願呢 我在昨天辦到了 因為我親自跑去天幕買了這一盒回來 相信的這一盒應該是有不少人有看過才是 因為它在某些電玩店裡面 應該是算蠻常見的一個攜帶式的螢幕 那這個牌子呢 是G-Story的牌子 它的大小呢 一樣是15.6吋 另外 我們就來直接進入一個 簡單的開箱模式好了 好 首先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外盒的部分 它的外盒的部分呢 有寫到它的品牌是G-Story的牌子 然後大小15.6吋 支援到Freesync 然後有支援到HDR 也支援到Type-C的介面 在下面這裡呢 還有另外一個 小小的遙控器的圖示 這看起來好像是一支遙控器 背面的部分呢 從上面的這個區塊 可以看到它所有的IoPort 然後所有的按鍵的功能 在這邊都有做一個簡單的講解 另外下方這裡啊 有一些它的產品的內容等等的 這邊有寫到 記得沒有錯的話 這一台應該是這個型號 所以它沒有支援到觸碰式的功能 它是1080FHD的格式 下面這裡呢 有一些比較重要的可能就是 它有附上喇叭吧 這個附上喇叭是還不錯使用的一個東西 OK 我們馬上把它打開來看一下 好 打開來裡面呢 首先有一張這個 很像描圖紙 上面寫著G-Story的牌子 接下來呢 有一個小小的泡麵 我們先把它拿起來 下面這裡呢 藏著一支 真的有遙控器耶 所以這個的話可以做一個選擇 上面有up down啊 開關在這邊也有 所以它可以透過遙控器來使用 這是還蠻厲害的 目前為止呢 是第一次使用到有遙控器的 攜帶式螢幕 主體的部分呢 在下方這裡也有寫上一個G-Story的牌子 整體來說呢 它前面的這個蓋子啊 是用一個條紋式的方式來做一個 呃 蠻有質感的處理 背面的話呢 喔 這裡是有凸起一小塊的 這一小塊的部分呢 應該是會處理一些 iopode的東西跟喇叭都把它建在裡面 就是會有比較多電路板的部分 背蓋的部分我們先把它打開 喔 打開來 裡面就是我們的螢幕 我們螢幕的部分 好了 把它撕掉這一張 OK 撕掉之後呢 目前為止看得到是這個樣子 在下方這裡要有個G-Story的名字在上面 喔 這是白色 然後應該是噴上去的 下方這裡呢 有做一些簡單的線條 來點綴它整體的造型 前面這裡有一個孔 這個孔的話我比較好奇 它是光源感應呢 還是麥克風之類的東西 這個孔是比較特別一點的 等一下來看一下盒子的背面的講解好了 另外一面翻過來呢 可以看到這邊啊 這邊有一個 這個應該是調整亮度 依照我的經驗呢 這個應該是調整亮度使用的那個 旋鈕 這邊呢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喔 這邊的話有一個 Mini的USB 然後Mini的HDMI 跟兩個Type-C的輸出輸入孔 還有一個3.5的耳機的接孔 然後它的這個保護板這一塊啊 其實它是一半的 因為後面是為了要配合這個樣子的造型 所以直接把它吸上去之後呢 就可以直接讓它站在上面喔 算是還蠻實用的 接下來再打開來看一下下面的東西 這裡呢 總共有一張這個是 感謝您購買G-Story品牌的產品 我們一直致力於投入無限的努力 換到您對產品100%的滿意喔 感謝卡 這裡有一張感謝卡 再來有一張 這個是一個使用者的說明書 然後這張說明書的部分呢 裡面有 哇 蠻豐富的文字 有英文的 有日文的 背面呢 也有支援到中文的部分 非常多種多國語言的說明書 再來還有一張這個應該是保證卡 下方這裡的線材部分呢 這裡有一條Mini HDMI跟HDMI的頭 所以這裡已經準備好了 算是還蠻貼心的啦 畢竟這個Mini HDMI對HDMI的線喔 一般的設備是不太會附這樣子的線 通常都是HDMI對HDMI而已 下方還有一條Mini USB轉USB的接頭 這個應該是擦拭布吧 這個是蠻柔軟的一個擦拭布 這個擦拭布 不過有點類似像眼鏡布的感覺 沒關係 我們先放著 再來這裡還有一條的是 USB對Type-C的接頭 目前為止呢 裡面開箱完就是這個樣子 接下來它其實還有另外附了這一條 USB-C的Cable線 這條線呢 其實就蠻單純的 因為我有偷打開來看了一下 現在再打開來分享給大家一下 裡面的話呢 就是只有這樣子一條線 然後它有一個簡單的一個保護帶 一個攜帶式的束口帶 下面這裡一樣有寫上G-Story的名字 然後一樣是噴上去的 裡面呢 其實很簡單很簡單 就只有一條Type-C對Type-C的線 不過大家可以看一下這條線的那個 粗細程度喔 實在是有點恐怖 這條線超級無敵粗的 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來 實際接上去給它操作看看啦 接下來我總共拿這台 攜帶螢幕接了Switch 筆電跟PS4 首先是我們最熟悉的Switch主機 這次我的接法是把Switch從底座拿起來 用G-Story附的紅色盒子那條 Type-C對Type-C的線 直接跟攜帶螢幕做一個連結 電源的部分呢 則是使用了行動電源的供電方式 線材的話是用了行動電源內附的Type-C對Type-C連結 達成不需要插頭即可開始使用大螢幕玩遊戲的訴求 打開螢幕跟Switch的電源之後 馬上就可以看到親切的Switch主頁面出現 以一個15.6吋的螢幕來說 呈現出一種不算大但還蠻剛好的尺寸在我們的眼前 剛開啟螢幕電源還會出現一個語言選單 我則是選了繁體中文這個最親切的文字 來當作螢幕主選單的語系 這些操作也都可以透過遙控器來控制 不需要碰到螢幕的本體 進到遊戲來遊玩之後呢 最美好的體驗大概還是內建的喇叭這個裝置 雖然音質不是非常高級而華麗 但是在講究方便的攜帶性之下 這樣的內建喇叭 著實給人一種簡單的樸實享受 另外說明書裡面有一個特別說明 如果外接5V電源供電給螢幕時 Switch將用本機電池運作 顯示輸出為720p 如果是接上有PD協議電源時 顯示器顯示輸出則是1080p 當然如果想接上底座使用HDMI訊號線 把Switch的訊號接上螢幕也是ok的 第二個我來接的是蘋果筆電 這台MacBook Pro是屬於稍舊一點的款式 它的機身只有HDMI可以做影像跟聲音的傳輸 我使用了GStory內附的HDMI轉Mini HDMI的線 連接了筆電跟螢幕的輸出輸入Po 螢幕的供電部分我一樣是使用行動電源 搭配行動電源內附的Type-C對Type-C連接 這個接法的好處一樣是不需要找插頭 就可以直接使用雙螢幕來執行作業 要一邊看影片一邊打腳本 或一邊看影片一邊畫封面都是非常ok的 再來是這個攜帶螢幕本身有內建喇叭 所以在筆電中也可以做設定 開始要用筆電內建喇叭或是螢幕內建喇叭來發出聲音 這樣也是ok的 看到這邊先來工商一下老婆大人的頻道好了 因為目前我開在攜帶螢幕上的影片 就是老婆大人頻道的生活影片 在這邊會有我們一家三口 甚至更多親朋好友的生活影片 喜歡的別忘記搜尋一下eio去訂閱跟開啟小鈴鐺 還有拜託不要訂閱老婆大人就推定多卡的頻道喔 這邊也要訂閱加開啟小鈴鐺喔 好回到螢幕的部分 接著是這個攜帶螢幕的功能選單 裡面算是有蠻多設定可以來做調整 像是HDR跟Freesync都可以在這邊開開關關 包括顯示模式啦黑色穩定器啦也都可以在這邊做調整 有了遙控器真的是還蠻方便的啦 最後呢我則是拿了PS4主機來接上這款螢幕使用 我使用Registory內附的HDMI對Mini HDMI的線 連結了PS4跟這個攜帶螢幕 螢幕的電源供應方式一樣是使用行動電源 搭配行動電源內附的Type-C對Type-C連結 對沒錯這是我完全使用的行動電源來供電給這個螢幕 說明書裡面有提到這個電源供應可以使用5V到20V 擁有PDCA的電源 但我看了一下豆腐頭是得要自己準備一下的啦 連接PS4的部分是這三個接法當中唯一一個用到插頭的接法 畢竟PS4本身是需要接到插頭的電源 所以想玩PS4的遊戲還是得要幫它找個有插座的地方喔 在這邊順便分享一下它的規格大小 在尺寸的部分呢是36.73公分乘以21.01公分乘以1.01公分 我想應該是最薄的地方吧 厚一點的地方大概是接近2倍的厚度 重量的話呢則是0.79公斤 這些說明書上的數據就提供給有興趣的朋友參考一下 今天的測試呢也先到這邊暫時告一個段落啦 首先先講一下這一點這一點這個洞 我剛才說好像麥克風這個洞 這個地方是遙控器的接收點 所以如果你的遙控器發現好像在按的時候它沒什麼反應 記得對這邊就對了好不好 它是遙控器的接收點 其實這螢幕喔它的重量來說啦 如果單舊螢幕的話它算是還蠻輕的 可是如果再加上這一片的話 其實跟有一些筆電的重量喔 可能已經差不多了 但是因為它本身的介面上來說啦 我覺得整合的算是還不錯 包括HDMI啦 Type-C啦一些接口都有 如果說你今天想要外接喇叭 音質稍微好一點的喇叭的話也是OK 當然如果說你怕去影響到別人的話 你想要接耳機聽的話在這邊接也是OK 整體來說呢它算是功能還算蠻豐富 而且CP值還不錯的一個螢幕 再加上它有一個遙控器喔 整體的方便程度來說也算是相當的不錯 接著就是今天我所使用的電源呢 供應給螢幕的電源都是使用行動電源啦 其實我覺得在使用攜帶螢幕喔 有一大部分應該是為了方便而去購買這樣子的產品 如果說你今天都是需要接上很多插頭來講的話 它一樣有它的輕薄它的方便性它的便利性 但是以攜帶性的程度來講的話 我相信是會稍微打了一點折扣 所以呢我今天這個接法 盡量就是把它接上的行動電源來使用 這個螢幕呢除了有支援到PS4 Switch跟筆電以外呢 另外如果你的手機是有支援到Type-C 或者是可以連接到HDMI線的裝置的話 基本上也都可以透過這個螢幕來使用 還有像是你的PC主機啊 你的電腦主機啊 它如果說有HDMI輸出的話呢 也一樣可以使用這個攜帶型的螢幕來使用 其實它的功能配上這個價格 我覺得算是還蠻實用的 雖然說它的面板呢 是1080p的4HD狀態 不過我覺得是還蠻夠的 所以呢在這邊分享給大家一個資訊 喜歡這種影片的朋友啊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分享一下自己的心得跟感受 或者是自己使用過什麼樣的螢幕 另外也有一個在網路上的朋友之前推薦我的 華碩的攜帶式螢幕 那一個螢幕目前為止 我是找不到可以買的地方 因為我在線上看它 有蠻多地方都是瘦環的狀態 有機會呢我也會把它買回來開箱一下 好啦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的 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羅卡 我們下次見 掰